因為你可以想像現在全台灣上上下下 有多少老師焦頭爛耳在準備說 我應該要怎麼錄影,我應該要怎麼講 然後我應該怎麼放到平台上去 我的收音好不好,我的畫質好不好 我如果在家裡的話,我有沒有白板,我有沒有黑板 我要怎麼去呈現教學的內容 我覺得這都是一些 就是我覺得可以沒有必要給我們的老師 制造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部長,你不用現在答應我 可是你應該可以去跟出版商溝通一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儘快的來一個有系統的上傳這樣子的內容 讓如果到時候,你可以想像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需要遠距教學的時候 如果大眾交通不方便,大家都待在家裡面的時候 這樣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另外也有透過遠距教學的這個方式 因為我們確實有一所學校是全校的停課 那在這個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也密切的跟我們市政府交易局做聯繫 這個學校也確實是採取 百分之五十的補課 然後百分之五十的線上的教學 那在線上進行當中 也突然發現 那縣市政府也來及時的去增加 他們做頻寬的這部分 所以經過一週的這個線上教學的進行 還算順利 那當然這是一個個案學校 那教育部目前跟各縣市 其實除了準備相關的物資 我們有評估過了 目前可以去使用的這個載具 就是要提供給家裡沒有載具的這些孩子 跟他們有網卡的部分 大概有準備了將近七萬多份的這個資料 這個相對比例來講 大概可以提供到萬一不幸有五十萬的學生 所以我們需要在家做學習的時候 大概能量目前有做到這個準備 這個還在持續增加中 所以我們可以負荷到五十萬 就是說因為我們統計過全國家庭裡面 沒有載具的這部分 大概有百分之十三左右平均 那沒有這個網的部分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以這個方式來做初步的準備 當然這個部分 教育部跟各縣市還在持續的進行 那另外一個是 現在這個時間我們也藉這個機會 來做實際的操演 因為很多老師我們都知道 還不是很習慣線上教學 所以利用這個時間 在我們過往前瞻計畫所準備的 數位環境跟這個 其實已經做了相當規模 也做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老師在這上面 還是需要再做不斷 所以我們現在跟各縣市 是在做更多操演的這部分 讓老師也慢慢能夠來更熟悉 以及萬一幾棟線上教學的 相關教學的這些做 那麼既然我們進行啦 為我們在做更事 那麼多的並且 為什麼我們才能夠吧 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 我們來 離開